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去超市买了两颗芹菜 芹菜特别的新鲜 大家都知道芹菜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常吃芹菜可以清热沥尿,降压去脂 所以我们趁现在大量上市的季节 一定要多吃一些芹菜 很多朋友在炒芹菜的时候有的是直接炒 有的直接焯水 还有的直接过油 其实这些做法都不对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芹菜正确做法 保证炒出来的芹菜脆内入味不塞牙 特别的营养好吃又美味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把叶子摘下来 这个芹菜叶子也不要扔掉 可以留着做成汤或者烙饼吃都非常的美味 然后用刀把它的根部切掉 再放入清水中给它清洗干净 根部一定要清洗干净 洗净后控干水分放在案板上 用刀从中间给它切开 这样更加方便入味 全部切好后改刀将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备用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用手充分的抓拌一下 杀出芹菜里面的水分 这样也能使芹菜更好的入味 抓拌均匀后先放一旁腌制五分钟 接下来小碗里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搅散后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几朵洗干净的香菇切成片 切好后放入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根洗干净的胡萝卜 切成小段 先切成片 再切成条 切好后放入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点红椒 改刀切成条 切好后和胡萝卜放一起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成丝 再准备几份大蒜切成片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放入碗里备用 这时候芹菜已经腌好了 看一下 杀出了好多的水分 我们把水控出来 再把胡萝卜加进来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锁住芹菜中的水分 也能保证它的颜色翠绿 接下来锅中加水烧开 把芹菜和胡萝卜放在蒸屁上面 盖上盖子蒸一下 这样蒸出来的芹菜营养也不会流失 盖上盖子上汽后蒸2分钟即可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这个颜色好漂亮 翠绿翠绿的 然后将它倒入碗里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搅好的鸡蛋液 等鸡蛋快速定型以后将它翻炒均匀 炒出后盛入碗里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葱姜蒜炒出香味儿 炒香后把香菇也放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把香菇炒软炒至断生 然后把蒸好的芹菜和胡萝卜加进来 切好的红椒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炒匀以后开始调味儿 加入适量的一品鲜酱油 适量的食用盐 少许的十三香 一勺鸡精 最后再来点蚝油提鲜 开大火翻炒均匀 让所有食材充分的入味儿 然后再把鸡蛋也加进来 再次翻炒均匀 出锅之前淋入少许的小墨香油 这样可以增香 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又营养的速炒芹菜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芹菜这样做脆内不塞牙 特别的入味儿又好吃 里面加了胡萝卜和鸡蛋 还有香菇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特别的好吃又下饭 这个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加长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就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